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家学者智库就开始议论 那中国如果不用武力的话 用什么办法能够迫使台湾当局 牛不喝水 强摁头 我不按了 我有办法 我饿着你 困台政策 最近我看大家议论很多困台 穷台困台 锁台 穷台 我让你穷 中国大陆一年一千多亿美元 台湾拿着钱被灌出很多毛病来 现在咱不灌 困台 有的事没大陆没大陆允许 大陆如果在这给你施加一个很小的一个荡量 你受不了吧 那就困台 还有锁台 封锁的锁 什么意思 大家自行不恼 普京第三条说 按照我的理解 按照普京的理解 按照我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包括中国的国家管理 国家建设 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都和使用武力没关系 这像是透露秘密 普京是谁 普京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好朋友 普京他 普京连任几届了 对不对 普京中间有一届是没得外接复作的 对不对 普京他的政策就有非常强的连续性 而且按照俄罗斯最新 去年修改通过的宪法 普京总统如果愿意的话 如果俄罗斯人民继续推险他的话 2035年 俄罗斯依然由普京来执掌最高权力 我说的前提 第一是如果他愿意的话 第二是如果俄罗斯人民选举他的话 那依照新的俄罗斯宪法 普京总统2035年继续执掌俄罗斯 应该是没问题的 那俄罗斯 第一 他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二他和中国的密切关系 第三他和中国领导人的密切交往 他说我透露个秘密 按照中国的国家管理和中国的这个国家建设 解决台湾问题都和使用武力没关 这有点替中国做凡尔赛 普京替中国做凡尔赛解读 说中国不需要武力 中国不需要使用武力 这更微妙了 很多人更猜得厉害了 普京这意思什么意思啊 第四普京说 中国是个经济强观 购买力评价就评价购买力计算 那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 通过不断增长的经济潜力 中国能够实现国家的目标 这等于说告诉你 什么方向呢 不使用武力 不是说不能使用武力 不是说使用武力呢 违法了什么什么天规戒条 而是说现在中国经济发展 本身 它就能够实现国家的目标 这是替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做广告啊 普京现在替中国做了这么一个大广告啊 第五条普京说 我还没有看到 支持中国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威胁出现 这句话 这个结论你要点在威胁 没有威胁吗 蔡英文动不动 就穿上小紧身的紧身的防弹服 然后呢 戴上摩托车头盔 穿上那个迷彩服 跑到并应里去拿地图假装看 对中国够不够成威胁 不够成威胁 日本老鬼子叫嚣 保卫保卫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 日本人叫嚣保卫台湾 保卫台湾 对中国有威胁吗 在普京看来也不是威胁 那美国人据说派了几十个人 跑到台湾去潜伏在那 训练台湾士兵 这事对中国是威胁吗 这个普京看来 威胁呢 可以所说威胁 但他不是中国 现在就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 直接的威胁 分寸感上墙 第六普京说 这个一切在南海出现的争议性问题 都应该由区域内的国家 在无区域外大国的干预的情况下来解决 这个意思更明确了 普京先生是把台湾问题 很南海问题 连在一块看 这点探了问题的实质 南海东海 南海三百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这么一大片地方 海沟情况很复杂 海水很深 潜艇藏区都找不着 最近在南海 美国人 美国海军出了个臭事吧 海狼级核潜艇 冷战时期就值三十多亿美元 老张开车系统被撞了 撞了哪呢 死活不说 撞了地点 美国人也慧眸如深 美国人要干嘛 美国人试图在把南海搞定的情况之下 然后呢 以此为基地来顺手 给自己解决 给自己来威胁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提供一个支撑点 所以普京呢 抓住问题的关键 说南海的这个问题 应该由区域内的国家 在没有区域外国家的干预的情况下 说美国走开 跟你有毛关系 跟你没关系 第七条 普京认为 中国是俄罗斯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现在业余经验证明 与俄罗斯的贸易额正在增长 到今年年底 可以达到创作的水平 这是个陈数据了 第八条 普京认为 中国和美国几乎在所有的领域 战略伙伴 盟友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是不结盟的 是吧 我们没结盟 中国俄罗斯结盟了吗 没有啊 没有 但是普京这话里边用的词可是说盟友啊 说明什么 说明普京从头很高兴 想到和中国关系的时候 哥儿俩好呀 兄弟齐心 齐力断金 中俄现在正在干一个事 就是一个大型的液化天然气项目 俄罗斯天然气世界储量非常高 俄中已经就供应天然气 管道天然气 达成一致 能源问题 我们和俄罗斯的这种经济互补性特别强 他地 他地广人稀啊 他真正称得上地大物博 去俄罗斯的时候 你在天上飞 在地上跑 坐火车 你就发现 俄罗斯大部分土地 没有开发 中国像这样没有开发的地方太少了 几乎没有 所有的地方都开发了 为什么呀 我们人口多 我们14亿啊 俄罗斯才几个人呢 所以俄罗斯 它呢 石油资源 木材资源 然后呢 各种各样的资源 非常之丰沛 因此它和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呢 中国的工业发展 那形成了强烈的互补 现在 关于 这个台海问题 最近俄罗斯的 这个普京先生 讲的这些话 一下引起了全新媒体的关注 俄罗斯的外长 拉夫罗夫最新的 最新有个说法 讲的更具体 拉夫罗夫直接说了 俄罗斯认为 俄罗斯认为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一部分 俄罗斯的政策 将会一次为 俄罗斯认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话早就是这么认为的 是啊 当然是啊 美国人当年也是这么认为的 美国人不这么认为 中国和美国会建交吗 毛主席在的时候 周总理 跟美国人谈 跟基辛格说 这是个原则 基辛格先生 这是一个原则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中国的唯一合法者 第一个美国也这样 那当然对 拉夫罗斯的先生来说 俄罗斯和中国的这种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那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明确的 但是明确的东西 现在重新强调 便具有当下意义 当下价值 所以拉夫罗斯最近出来说 关于台湾问题 那好啊 全世界媒体都关注 拉夫罗斯讲得非常强 说俄罗斯啊 政策会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为出发点 为出发点 有人说这事什么实际意义吗 我告诉你 你是看不出来 但是立陶宛看得出来 哈哈哈哈 立陶宛挨着白俄罗斯 那边离俄罗斯也不远 你知道会有个什么效果吗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都中国关系非常之密切 立陶宛就是因为 因为骨子里反共 因为历史上俄罗斯曾经 前苏联曾经迫害过他 因为这个克里米亚 因为这个克里米亚核电站的事情 他们受过一点这个窝囊气 还因为在欧盟里面 他想通过这种碰瓷的方式 碰瓷中国的方式 跟这个台湾拉近关系的方式 来得到村长 得到美国的赏识 昨天最新消息是 英国的外长又接见了 所谓立陶宛的那个女 这个外交部长 说支持他跟中国政治碰瓷 立陶宛在这个里边 他收获了一点什么东西 收获了一点政治上碰瓷的效果 因为哪有人搭理他 现在突然间变成个政治明星 这是通过耍怪的 碰瓷的方式所获得的 但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俄罗斯方面 重新强调 那对于 那就在边境边上啊 立陶宛 他时时刻刻感受到 来自于俄罗斯方面压力 俄罗斯现在是懒得搭理你 如果搭理你 他有一万军队 一共有这个 有一个三百万人 那是个什么什么概念 那是一个 对俄罗斯来说 俄罗斯是个巨人 他不过是一个 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一个小人 所以立陶宛在听到拉夫罗夫先生的这份演讲的时候 立陶宛的回去重新审视一下 这个政治碰瓷还要不要继续下去 这个阮瓷山先生 大家还记得留着小胡子 留着小胡子 光头 说话 慢慢吞吞的 这扣持不是很清楚 南方人讲话 他的据说日语讲得非常好 俄语讲得很好 这个英文讲得非常之好 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里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他背后呢 都有一种呢 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的 哈哈哈哈 拉夫罗夫讲这话 对立陶宛来说 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这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假如白洛斯那边 如果呢 他们稍稍放松一下边境管控 若干战乱国家的难民 将通过这个地方进入立陶宛 请问立陶宛怎么办 受得了受不了 那就呲了哇了大叫 那就抓狂了 哈哈哈哈 那就起来挠墙了 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很有意思 这个解读世界新闻 解读国际新闻的时候 常常给我们带来一种 这个非常有趣的感觉 这个普京在 这个中国的 台湾的问题上 最近的这个发言 他实际上是传递了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说 他认为 他认为台海危机不会爆发军事冲突 台海到底会不会爆发军事冲突 现在基本上是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会 还有一种观点也是会 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会 一种观点也是会 那这区别在哪呢 第一种观点认为 现在就有危险 迫在眉睫 中国人民解放军 这个空军 一圈圈绕在这飞行 一天就59架次 然后呢 国庆小长架 搅到台湾岛 100多架次 是西南航空识别区域在那飞 两分钟 一分45秒 就直接就台北蔡英文 所谓伟总统府上空 那你台湾空军 你做不做反应 你做反应 那我们是当时就打响 所以这个威胁是迫在眉睫 所以对台湾来说 这有点可怕 是啊 那是说有可能发生危机的 这第一种 第二种说法 那就是美国 美国参联会主席副主席 他们为代表 他们说六年之内 五年之内 也有人说八年之内 大概差不多 反正他们都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他的力量在不断增强 时间在中国一边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庞大的基础 中国的军工力量 中国的 这可以和美国匹敌的 这种经济力量的发展 台湾人自己的豪主计划 自己打造 自己拿出销售枪来比坏一下 已经是个是个笑话 所以台海危机这件事情上 有人说呢 取决中国大陆一念之差 取决中国大陆一声令下 但是中国方面却认为 这件事情取决于你 蔡英文 蔡当局 你到底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选择权在你们的手上 五统 合统 你们是有选择权的 不管五统合统 那是一定要统 普京认为中国大陆 现在经济力量这么大 是经济大国 购买力评价 购买力计算 超过美国世界第一 到这样呢 你还用什么 用什么武力啊 没必要武力 你通过提供经济潜力 就能够实现这个目标 我没看到任何威胁 这个话呢 带来的直接的效果 就是更多的人来议论 同样的事情 普京话可以翻译成俄语 直接讲 就是台海 不会有爆发军事冲突的威胁 这话是跟谁讲的 这话是普京呢 10月13号 接受美国媒体 CNBC主持人 盖姆博提问的时候 他讲了 所以这件事首先在美国 引起一巨大的反响 但是普京是不是过于乐观了 还是普京这时候 就是要传击这些信息 还是普京替中国 宣传一下中国 替中国做个大广告 还是在这放了一个烟幕袋 关于普京到底什么意思 西方解读 各种各样东西都有 会不会这么乐观 英国金融时报刊登台湾关键时刻 越来越迫近的这么一篇文章 指出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会不会为台湾而战的问题 还相当抽象 过去是抽象的问题 现在呢 则是迫切了 迫在眉睫了 纽约时报这两天也有一篇 这个文章 讲美国和中国大陆 因为台湾介入危险领域 专门讲 现在这事搞不好 真要打起来了 这个文章里面说 台湾已经成为美国 进行日渐分歧对抗 美国和中国 美国不是提出了有三分法吗 一叫做合作 二叫做竞争 三叫做对抗 那好啊 说该对抗就对抗 该进程就竞争 该合作就合作 但是呢 现在美国纽约时报认为 这个台湾问题 现在呢 日益成为中美之间对抗的 这么一个核心 就是说着就着呀 有人形容说中美台 这个关系 大陆美国台湾 这个关系已经缺乏绝缘体 一碰撞就会引发战火 甚至指出解放军武统台湾 现在已经变得可以想象的 解放军攻台 解放军没啥演习 他们都说 这是模拟攻台 演习 这是模拟斩首 这是战术行动 然后电磁屏蔽 我们每天看到媒体 都在讲这件事 那现在如果 我们稍微跳开一点 如果从两岸综合实力的对比角度来看呀 普京说的是对的 那就是各个方面的 时间又是力量对比 那所有的一切 那都是中国大陆 这边 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工具箱 如果说对台湾收拾 如果大陆 低了个工具箱来的话 这里边有班子可以用 有钳子可以用 有改缀可以用 是吧 还有各种各样的工具 棒子 狼牙棒 甚至是最近在中印边境线上 我这个 我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官兵 所使用的那个扑刀 扬制使那个扑刀 都可以用 中国大陆对付台湾的工具箱里面的 政策工具多的是 那中国大陆现在可以自己制定时间表 依照中国自己的时间表 来进行统一工作 全面安排 全面部署 所以现在的的确确没有必要的 说现在今天晚上就以武力攻台 攻不攻 怎么攻 什么时候攻 攻哪 我打你个生活基本不能自理 还是我打你个心脏病发作 还是我让你的耳不聪目不明 我让你的现在找不着北 中国大陆现在可以决定这一切 而且我们现在对付的早就不是对付台军 而是第一岛链范围之内 任何人 美国人 美国人现在第一岛链之内有优势吗 没有优势 美国人得做好 你在这边的所有的兵力部署 被抹掉的准备 美国人没有这个精神准备 日本人说保卫 保卫这个台湾 日本老鬼子就是叫笑一下 至于澳大利亚自己倒不知死 澳大利亚以为我有核潜艇了 是 美国人卖给你核潜艇了 有核潜艇你就厉害了 什么时候能用 美国方面说了 你得先把钱给我 把钱给我回去跟你造 2040年形成战力 2040年 现在是2021年 19年20年之后 才形成战力 刚形成战力 拉出去打仗 那能行吗 2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将发展到什么程度 所以现在各种力量 你和中国大陆的军力相比 那的的确确 中国大陆战友 绝对的优势 西方媒体 现在这些议论都有道理 但是普京的说法呢 对西方 对比这个西方媒体的说法呢 你应该说 他更了解中国的情况 中国现在呢 表现出原则的坚定性 意志的不可动摇性 强大力量不断增长性 北京还有足够的耐心 70多年我们都等了 对吧 我们现在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 那也不是说 一条不能等吧 对不对 现在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情况变得比较难以预料 在美国台海干预之下 台湾人所谓的闹民主 台湾的民主就是票决 就是票选 那说不定他是什么幺蛾子 对不对 所以这台湾的事啊 还真是有些不好说的东西 今天时间到了 先说到这 下期我跟您接着讲讲 最近台湾的民主 太好笑了 那画面 那画面超过 2022年的中央电视台 春晚小品的喜剧效果 感觉上个门机器 下期见